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 本集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这集呢要来讲一讲台北市 算是自住客或者是一些首购族首换族比较喜欢的区块 它的房价呢没有到大家想象的那么不亲民 就是比较接地气 然后呢它的居住环境其实说实在的也是非常不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地的房仲来帮我们讲一讲这个区块 欢迎信义房屋加纳捷运店经理邱影翔 欢迎影翔 各位朋友大家好 影翔其实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万华这个区块 大家对他先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像是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区块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大家会对他会觉得说 那这个区块是不是比较落后啊 或者是他的环境会比较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辅二路三蒙甲 那因为万华这个区域就是蒙甲的延伸下来 那开发的时间比较早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屋林也都相对比较旧一些 那当然早期有一些青壮年都在我们蒙甲 万华这边工作讨生活 那年长了之后也就习惯这个区域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才会有说 为什么这个区域好像比较老旧 或者是就是长辈比较多 那其实也是因为开发的时间比较早的关系 像万华这个区块我们的印象里面 它被分为北万华跟南万华 可是这个区块怎么区分 你可以稍微帮我们讲一下吗 其实从蒙甲大道的铁路地下化之后 一般来说我们南北万华 会用几个方式来区分 第一个就是蒙甲大道以北 算商业区 那土地使用分区也是商业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算北万华 那蒙甲大道以南 这个靠近青年公园 或者马场丁公园这个区域的生活圈 住宅区的住二住三 的使用分区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叫南万华 所以简单来说 等于是说像西门町 或者是像龙山寺一带 算是北万华 然后像是青年公园南机场一带 或者是甚至淮南市场一带 算是南万华 正确 那南机场因为在中华路二段的东侧 它以行政区来算的话是中正区 不过早期在门牌枕边之前 它也算是我们靠近南万华这里的生活圈 那其实在台北市大家都会说台北市的房价高不可判嘛 那你说以信义区它可能一坪都已经两百万以上了 可是其实像是万华区它的房价是相对比较清明的 那一般的人到万华区买房子他们会比较喜欢到哪些区段 北万华为主呢还是南万华 如果是小平宿或者是交通机能工作优先的话 北万华的选择是比较多 那如果以三代同堂或是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是需要两房三房四房甚至以上的 在南万华的选择比较多 生活圈也有关系 因为在南万华它的学校还有公园绿地跟市场 它的密集度也是比较多 那也比北万华的环境相对单纯一些 所以居住环境的话 如果是外来的新的住户 通常是选青年公园周边 我们南万华比较多 因为我有上网稍微Google 或者是我自己对南万华这个区块的了解 它有蛮多很多的国宅跟军宅 对因为早期靠近青年公园这一带 大部分都是眷村 那眷村后来随着时间的演进 那我们从平房改建成四层楼的公寓 再改建成电梯的大楼 所以我们这个区域大家会有印象就是 什么社区什么国宅 什么新城什么军宅 蛮多的 对就在分布在青年公园周边 所以也因为就是这些军宅国宅比较多 所以大家一般人会对于南万华的印象 好像就是居住年龄层偏高这样子 对因为早期这些长辈有一些是在地的 比如说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军工教 那那时候抽国民住宅的时候 会抽到万华区这里 靠近青年公园这边 那年长了或者是他们的下一代 希望要独立成家了也会买在周边 所以蛮多的长辈啊 因为公园的关系都习惯这里的生活圈 你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南万华这个区块的生活机能 或是他其他的条件吗 对我们南万华的第一大特色 就是我们靠近青年公园 那青年公园是我们台北市 就是前几名的使用面积 的使用项目 都是最优良的公园绿地 那另外除了青年公园之外呢 我们学校国小国中的密度 也是在台北市名列前茅 那之外就是市场 不管是传统市场 或是新的超市 那在南万华的密度都相对 比其他区域来得高一些 所以我们在住宅或使用住家的上面 这个南万华它是很适合居住 那以交通的部分来看 不管要通往二高或是一高 或是快速道路 或是连外桥梁 因为万华区的 我们南万华这个区域 连外的桥梁非常多座 那都是非常方便 所以十一住行育乐 它都涵盖包括在里面 那像现在正在新建中的捷运万大县 未来也会通过南万华这个区块 对那万大县的部分 其实从中正纪念堂 就是发车 过来通过了植物园 通过了夏安里站 最后到我们加拉捷运站 那再往就是中和这边过去 到时候也会带动 我们南万华这个区域的交通 还有我们的都市更新的速度 像现在很多就是建商 也在南万华这里就是搜寻 看有没有适合都市更新的基地 那之后也会带动这个区域的旧的建物 做更新 其实我真的听说最近蛮多建商在那边推案 然后大部分都是独更案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旧的公寓 相对的数量比例是相对高 那也都有符合都市更新或是改建的一些条件 那在这个状况下 很多建商或者是住户自己 也会就是自办都更 那希望说能够在搭这个万大捷运线的通车 的这玻利多能够做一个改建 对 就是很多人会讲说 比方说在一条捷运线 他要动工的时候 以及他即将要动工 即将要完工之前 或者是他通车的那一段时间 会是他房价的稍微的一个起涨点 所以在这段时间应该也蛮多人进场的吧 对 那其实在捷运真正的通车之前 像我们万大线预计是2025年通车 通载在通车前的一段时间 会是他的就是房价 开始上涨的一个期间 在通车之后 反而他涨幅没有像通车前 这么明显 也可能是就利多提前反应 所以那刚好我们2025年的通车的时间 那越来越逼近 对 所以近期我们南万华的成交量 还有成交价都有呈现就是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买的人大部分是区外的人 就是万华在地居民以外的人还是在地人比较多 像新建案我们有遇到就是在地的长辈 他原本是住公寓的 那因为年纪见长 爬楼梯可能会负担比较大 所以像如果有更新的新建案 他们想买一个电梯的物件 那也有就是长辈是都在地万华人 那自己想要成家立业也买在这里 那我们也遇过就是外地的 应该说是在台北工作的居民 希望买一个房子在台北 那因为我们万华的 不管是单价总价 都相对是台北市相对亲民的 也有买在我们就是南万华这里 也有这样的课程 其实我们在很久以前有做过节目 是讲到有关于南万华这个区块 然后那时候讲到是说 其实大家一般对于南万华这个区块 一开始是会觉得说 好像居住者是老人比较多 但是因为他的房价比较清明 所以开始有一些年轻人 会迁到这个区块 那以青年公园周边来讲 他其实现在的比如说很多 比如说是药装店啊 或者是药局啊 或者是便利商店什么 其实都已经是生活机能很丰沛了 对像我们南万华这边有一条 很著名开发很早的街叫东元街 我们东元街上面有一些年轻的第二代 或第三代 他们就串联起来 那希望能把东元街回复往日的光景 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类似一个机会 希望虽然是我们经营的行业不一样 但是希望能把东元街的不管是白天或晚上的样貌 让它多元化多样化 不要像在比如说十年前 那是晚上的时候东元街就一片寂静 所以我们现在在东元街上面也有很多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开的店 像是什么样类型的店 像餐饮类的话就是比如说有年轻人喜欢的居酒屋串烧 或者是手作披萨 或者是刷刷锅 或者是像一些就是我们宵夜 那个年轻人会喜欢聚集的地方 那也有一些是做就是十一住行相关的工作的 所以它的市容已经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老旧了 对因为我们南万华其实治安它相对是比较单纯的 因为都是住宅区 而且长久以来 如果以旧的社区来看 我们这边的人情会是比较浓的 大家守望相住的气氛也相对市区 其他区域来的就是热络一点 所以很多就是长辈或是年轻人在这边 重新希望能带起就是我们南万华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其实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讲说 南万华的房价是台北市里面相对亲民的 那我们可以来稍微讲一下 就是南万华这个区块的房价大概是怎么样吗 如果以新旧或是公寓大楼来分的话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都更的一个话题下 电梯的房子 它的单价会比公寓的房子来得高 因为物领也相对新一些 那如果有都更题材的公寓 那它可能单价就会飙高 那我们如果以扣除掉它有没有都更的效应来看的话 电梯的物件在我们南万华 单价从四十几万到五十几万 甚至见六十万都有 那如果新城屋的话 那如果是新城屋的话 大概会落在六十几万到七十几万 接近八十万的就是看物件本身的条件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手换组 或是手购组在这个区块买房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段 就是在南万华这个区块 如果是以南万华首选的 就是第一个生活机能最完整 那保值性也最稳定的 就是在青年公园周边 因为青年公园它是等于说是永久绿地 那里面的运动设施项目非常多 且它的生活机能非常完整 包含市场学校幼儿园 那连外道路也非常齐全 所以青年公园周边青年路 或者是靠近青年路这个路段的住家 它是非常抢手 而且我也推荐 手购组或手换组 可以往这个地方来靠近 那它产品类型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产品 青年公园周边的话 国宅军宅从两房三房四房 屋龄从五年到四十年都有 五年的话就是新城屋了 对五年内的话 这屋龄就比较新 对那如果说是以公寓的话 青年公园周边的公寓屋龄都偏旧 对就是大概四十年以上 对那慢慢慢慢这些区域都会有 多更的效应跟机会 如果它有多更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公寓的就是入手价应该也会比较高 门槛也会高一点吧 对那特别的是因为像这类型的公寓 它的权状坪数会比较小 那总价相对低 所以单价会看起来会高一些 所以在这个区块买的话 比如说是首购或首换组 它大概自备要有多少钱 假设我想要买两房的 自备大概要多少钱 会比较容易找得到喜欢的物件 一般如果我们抓总价在一千万左右 自备款建议都是抓两成到三成之间 会比较就是保险一些 一千万可以买得到哦 如果一千万的话 大概是两房的 屋龄旧一些的国宅君宅 有机会 对比较有机会 那我们自备款大概就抓两百万到三百万 三百万 可是他如果要更新他的房子 是不是也要有一笔装修的费用 对就是看我们看的物件的物况 还有没有需要整理 那整理的程度 那除了青年公园周边 还有推荐的路段吗 如果以我们南万华 的路段来看 我们三条南北的主线道 是西元路二段 万大路 还有中华路二段 这三条主干道 就像我们人体 就是主要的血管 大血管一样 靠近这三条大马路 它的生活机能 还有食衣住行都会非常完整 那也靠近这三条主干道的房价 它会相对比较稳定比较保值 那大概他有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多 西元路二段 万大路跟中华路二段 那西元路二段周边的话 也是公寓 还有电梯的 但是这个区块的国宅君宅相对比较少 那如果是万大路跟中华路二段 因为他们比较靠近青年公园 国宅君宅的选择会比较多 而且离未来的万大捷运会比较近 那这个区块的房价就会相对高一些 所以以入手两房来讲 它大概总价会在多少的区间 如果是以电梯两房 假设我们从旧到新 大概总价会在一千到一千六 比较有机会 所以它是算是台北市里面罕见 在两千万以内 就可以一个小家庭买到房子的地方 对 而且国宅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基地通常都比较大 那格局规划相对方正 那如果我们有需要坡道平面车位的 在国宅君宅的选择也比较有 比较多 刚刚讲了南万华这么多优点 那你有没有给就是想买进 这个区块的购物组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可以先提出一些缺点 是他们在进来这个区块之前 要先衡量过后的 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因为万华区的开发 在整个台湾来说算是比较早 那发展也比较早 所以有一些早期的印象跟概念 是等于说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 对 比如说我们中万华北万华这边 商业活动多 那会有一些特种的娱乐行业 是 对 但是我们南万华这里的话 相对就单纯很多 因为是住宅区 有时候我们跟亲戚朋友提到说 我要买在万华 那有些人会说 哇 那边不是很复杂吗 或者是那里会不会很乱 那你的家人或者是在进出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一些骚扰 好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老人家对这个区块的印象以外 就是你可以给来这个区块买房子的人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们从印象中或者是听人家讲 都会有一些主观意识的加进去 那我建议说如果要买万华区的房子的听众朋友 可以实地的趁假日来万华区走一趟 不管是公园或者是小吃美食 或者是这边的食衣住行 都非常方便 如果利用几个休闲的时间来万华区走一走 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跟感想 好 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 不要只是坐在那边 或者是在网路上搜寻说 万华这个区块有一点乱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但是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在台北市 拥有一个台北市的黄金门牌 然后呢也想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其实建议你真的可以到 比如说青年公园一带啊 去走一走绕一绕 去说不定你可以找到 你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今天谢谢影翔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谢谢影翔 谢谢大家 谢谢詹哥 好 谢谢 以上节目由新一房屋赞助播出 拜拜